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乐斯、吴磊三大古装 曾顺西京喜家门迷藏战远即将启动 众所周知 赵乐斯和吴磊此前已经合作了 《长歌行星汉灿烂》这两部作品 两人无论是颜值气场还是演技表现 都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 再加上两人在星汉灿烂中配合默契 营造出了愉悦的CP感 更是让无数观众难以问怀 在剧中 赵乐斯饰演的《成少山古灵精怪》 机智过人 大致若愚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吴磊饰演的《灵不宜隐忍克制》 生情款款 外冷内热 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今年 赵乐斯和吴磊被爆三大鼓庄剧 更是让很多观众备受期待 在新剧中 赵乐斯将饰演《家暴》中 落得绝美舞鸡 而吴磊则饰演清冷孤傲的少年战神 赵乐斯 吴磊三大鼓庄 曾顺息惊喜加盟 《霓裳战远》即将启动 《霓裳战远》主要讲述的视觉美舞鸡是 你和不仅女色战神霍燕之间的情感故事 在剧中 女主前妻是热人宰割 寄人篱下的美女舞鸡 为了生存 只能千方百计讨好男主 不过 女主外表舞昧动人 角柔造作 内心却独立清醒 机智过人 这个角色对于赵乐斯来说 完全就是本身出演 再加上女主又有大量的舞蹈戏份 相信以赵乐斯的悟性和实力 肯定会赋予诗迷这个角色有趣的灵魂 至于该剧男主吴磊 他的颜值和演技 一直都无人质疑 虽然他年纪较小 但是他经验丰富 演技细腻 很容易抓住每个角色的特质 相信以吴磊的演技 肯定会为霍燕这个角色提供很多高光时刻 再加上吴磊本身形象就很硬朗 非常适合杀法果断的战神形象 这次 吴磊以男主的身份 加盟尼长战远 肯定会大大提升该剧的热度和质感 再加上吴磊和赵乐斯又很有CP感 两人强强联手 肯定会带给观众全新的角色体验 尼长战远剧方除了已经邀请吴磊 赵乐斯这两位人气演员外 该剧还邀请到了岑顺兮兮这位宝藏演员 岑顺兮兮是近几年娱乐圈新进的古装热门小生 他凭借着在《倚天图龙记》 《嘉南传说英行谁是英行》 《莲花楼》等热门剧集中的精彩演绎 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好评 迎来了很多优质的古装剧本 今年 她又凭借着在《云之与云信行》中 与众不同的古装扮相 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眼球 这次 曾顺兮惊喜加盟梅长战远 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再加上她和吴磊又有大量的对手戏 两人男神强强联手 肯定会碰撞出很多有趣的火花 大大提升观众对于梅长战远 这部作品的期待度 目前梅长战远已经开始筹备 即将迎来官宣 让我们一起期待吴磊 赵瑞斯 曾瞬息这三位人气演员的精彩合作吧